开局的第一架装备是效理神用 用效理神用武器的人 他带愤怒特技还是愤怒 愤怒特技8万块 愤怒特技8000块 直接来到了一个齐万多的腰带 这个号的话 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在一个50左右 造价50万的175级化身次 无论是三宫 212还是国标 绝对是各种阵容争强的香伯伯 咖喱给给 一胶给给 开局的第一架装备是效理神用 用效理神用武器的人 他带愤怒特技还是愤怒 愤怒特技8万块 愤怒特技8000块 直接来到了一个齐万多的腰带 如果说腰带戴这个 鞋帽必然是精心罗汉了 如果鞋帽是精心罗汉的话 腰带是愤怒特技的话 衣服的属性他不至于到300 应该是双加50 然后厨房260以上 特技 我给你预测的是一个厨房260 双加50的特技衣服 你是261 但是没有容炼好 打的14段翡翠石 OK 项链的话一定不是一个大特技了 项链是一个刘云宁治 11段12段 水清13段 还不错 双法防一防御 双法防一防御 三速度 你在左边的灵势有点好了 华盛寺招地府 然后一起打三攻队 三个大轮 一个小轮 这样的地平 你们觉得多少钱 六技能的话 一般四个大轮的话应该是六万多 六万多的话 他有个单法 扣掉他一半 所以说这个地厅 五万 四万应该买不到 升长也挺高 静台加宁关 加这个卓壮审长 1.79万的血 九离城打回来 就是一个死 利劈必雷 静台四期 哎呀我操 这个工地钉有点好 工地钉1.237 这只工地钉这么好 最好是野生 好吧 那这个号还真不错 这个还有诸天正法的利劈 静台超级合纵壁垒 这个号的话 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在一个50左右 有人说30 30的话你买不了分钟特技的腰带 分钟特技的腰带就要7加 7加 不算跨户费 落地的话得8 然后的三速度零是 又得个三万多 这两天我们使用 最后得50 然后兄弟们这个号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加盟 他对我立马送你2000块钱